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 我们Costco的这个月报 这个应该算是他的 会员生活杂志 那这个当然是有玄机的 为什么要去介绍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这个会员生活杂志 以前我们如果你是Costco会员 你可能每个月或每两个月 会收到一个会员制都小小的 大概一半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 现在就是买什么东西 有一些折扣 对那现在的话呢 这本书是我 应该说这本杂志 是我第一次收到 居然有这么详实的介绍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你仔细看的话 这本打开来 这边有一个项目叫做 财经资讯培养良好的金融信用 这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专访 就是采访宝可梦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Vlog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Costco它在7月份的时候 有就是一些特派员 然后来跟宝可梦联系 并且他有做一个专访 那他有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 就是给社会新鲜人的 这所谓的办卡 或是信用指南 然后这次在这个Costco的 这个月报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 这一本应该算是蛮实用的 你到那个卖场可以去翻阅 或者是你是他的会员 他会寄给你 因为这本书就是 这个杂志 就是他寄给我的啦 那这个杂志里面 我觉得有几个不错的看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它最重要的就是 拓展这个所谓的 Costco服务嘛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这个杂志的介绍里面 去知道说 Costco的黑传卡 提供了哪些会员服务 我觉得有一些算是 还OK 然后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还不错 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周祈元 这个讲到Podcast的 这一篇报道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仔细的翻一下 我觉得他的资讯量蛮充足的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周祖主编 他其实是风传媒那边的 这个主编啦 这个 那他之前今年1月的时候 采访过我 就是关于就是 小资如何用信用卡 然后靠500张信用卡 然后来可以就是 呃 呃 就是打住自己的一片天下 那其实这一篇报道里面 我个人觉得 他讲的还蛮中横 他讲的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也就是这个Podcast的部分 那其实宝可梦自己本身 也有在经营Podcast的频道 好你可以在下面的这个资讯栏 找到相关的资讯 就是宝可梦卡好 然后还有直播回顾 那最近还有一个 跟CW大大举办的 呃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 呃理财练消费 好那 那这三个的性质都不一样 直播当然就是拿之前直播的 然后重新制成这个节目 然后直接重新上传嘛 那宝可梦卡好的部分就是 呃 每一到两周 然后跟大家分享 就是市场上最新的消息 或是趋势 那呃 第三个最近9月份 推出来的节目 就是理财练消费 那当然他就是很简单的 呃 以这个主持人 然后来跟大家聊天的方式 用访谈啊 将来可能会加入访谈 那目前是我双主持人 两个人对谈的模式 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市场上的新鲜事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是Podcast能够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看到画面跟影响 但是你只要用听的 你就可以听到就是相关的资讯 然后你甚至在通勤的时候 你要专心 呃应该是说 你不太能够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你用耳朵来做这个吸收资讯是可以的 好所以这是Podcast的这个 这个优势啦 那再来的话呢 你会在这边看到一个培养金融信用的这个介绍 你看这边写到这是宝可梦的图 哈哈哈哈哈哈 那拿 他跟我拿了几张照片 然后就拿一张照片去背 然后把它放上去 我觉得还不错啦 好就是看起来是蛮瘦的 好这个我脸有瘦过 哈哈哈哈 好然后呢 在那边写专业咨询 然后很有趣 好那其实 他这个小小的报导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这个信用评分应该要怎么去累积 尤其是社会新鲜的部分 我想在9月份真的好多偏 报章杂志记者媒体都在一直问我 就是小字应该是说 出社会的新鲜人怎么去累积这个信用评分 那其实 这个Costco他们这个9月份的月报 在 呃 两个月前 就是7月份就已经采访我了 然后这过了两个月之后 终于这个 报导出来了 真的很有趣 那再来往下的话 其实他这一次也讲了不少 就是有关于这个料理啊 然后你如何做出一些饗宴的部分 蛮有趣的 好那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是 这一篇报导 就是这个Costco黑传卡的全新服务的部分 那我刚刚有仔细的阅读完全部的文章 那他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他有跟康健人寿来做这个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保险的内容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这个 看一下国泰产险也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 那叫什么 哦跟汽车有关的 好住家跟宠物险的部分都有不少 呃相关的优惠资讯 我觉得你最有如果有兴趣 你看完这个报导之后 你就可以再去官网去找一些相关资讯了 好这个就不用特别讲 那这边还有讲到说 他们有跟熊狮集团来做合作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前两个月举办的这个 所谓的理财讲座 其实也是熊狮集团下面的 新讲堂 跟我这个这个联手推出来的讲座 所以我觉得熊狮旅游 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他这个品牌有各个层面的拓展 甚至现在都有跟Costco做合作 我觉得还蛮妙的 那最后的部分应该是有讲到 高尔夫球的一些优惠 然后还有什么国泰健康管理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中高年龄层嘛 有这个需要的部分 你就可以再去 去了解更多 所以这一本的介绍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是自己去卖场去翻阅 或者你本来是有会员的 不要把它丢掉 那通常我拿到一些点 我都直接丢掉 但这次我特别拿出来看了 现在我想说 有这个2%的这个黑撞卡回馈 我就特别想说来看一下 就反映说 之前采访我的这个报道已经出来了 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之前如果你 如果对于这个黑撞卡有兴趣的话 我其实在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提供相关的资讯 就是我已经有做过完整的介绍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废话太多 反正你有兴趣 你直接上官网看也可以啦 但是我就是会比较 叨念一点 叨念一点 就是跟大家讲比较多东西 那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啦 那今天的话这个Vlog很简单 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杂志 还有宝可梦专访在里面哦 有机会的话呢 赶快去找来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如何累积自己的金融信用 好不好 那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非常欢迎你就是 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分享出去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也一起来学习 就是Costco黑撞卡的美妙之处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